我昨天就是有試一下PCT 就是它好像就是不用擋好像 就是直接打兩個 然後它的那個就好 然後還有一個是 就L12的好像也是那個 就L12的話好像就是 這邊打一個金額常數 然後後面兩個 可是可能這個要變動金額常數 就是它每個金額常數都不一樣 每種元素的金額常數 所以就是可能 如果要用L12的金額常數 不用變啊 因為我們有密度來調啊 所以我們要創一個模板就好 然後讓元素變動 對,然後比如說 招聚的有10個 所以你寫出來的貝台郎是不是有10個 對 但是 你的模板裡面只有Type1跟2 對 所以 你要怎麼辦 把你的1 因為10個有幾個配對 兩兩又一個配對 C10G2 幾個配對 10個兩個一對 對 C10G2的話 對 我有寫一個就是說 用Index來調裡面的Type對不對 對 那 我那個Index是調比例的 但是現在L12不用調比例 喔L12就 把Type1變成Type3 可是L12就是兩個元素而已 所以有Stat Stat 我們可以把 比如說 你現在Type1 是 group1 然後Type2 就是group2 然後再來就 set group1 等於 Type3 就變成 這10個裡面 Type3 嗯 有沒有聽懂 我的意思 應該 就是Type2 就是Type2 因為這邊的模板出來 只有Type1跟2 但是 比如說 外景有6個 你6個裡面 C6區 每一種都要 12 13 14 15 16 然後 23 24 那你要怎麼 藉由 你的那個膠本 然後藉由SED去改變 你要setting的Type 所以我才跟你說 我給你們的是一個模板 你要去 用SED去 去修改你的文件 就直接用那樣來修改 就直接用那樣來修改 你去看 Swap 其實有一個迴圈喔 Swap 你叫一下Swap 不好意思 你還是用借照 一直看到 S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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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一個迴圈吧 對 看一下 來來來 上面 看一下 38 到46 有沒有 這Swap 你要把你的Type兩兩之間 都要 一定這個Feeds 他才會去 把這種Type做交換 對不對 你一二做過了 二一就不要做 因為你一樣的配對阿 因為你一樣的配對阿 就是這裡就有 看一下 就是這裡就有 對 一二一三 一四一五一六 然後就二三 不能二一二嘛 因為這邊有交換過了 對 沒有 我每一次RUN 他都交換兩百次喔 這邊是RUN 不同RUN 溫度 溫度是300 動能不激 因為我沒有動能阿 所以是不是可以學一下 用這種兩個LOOP的方式 去更動你的L12 或是L1 或是L1 L2 然後再 根據這樣的密度 去把每一個配對 可以找出來 所以L12也是 讓它Swap 你看 用Swap阿 是 就直接 欸 用Swap 欸 我們現在是 為什麼要Swap 我們Swap 是為了要創造一個高商的結構出來 喔 所以那個 喔 你看一下 我們高商 我為什麼這邊用兩個 你知道嗎 對 為什麼我要創一個AAL 鈴 那個鈴 全部都是鈴 注意看 你看 你要去哪裡查 對 我一旦 你拉到下面 對 就是 一旦 一旦點鈴的話 它就會對 去查這邊的參數 你有沒有看 我能量的地方都給它0 對 對 可能是說兩個如果是同樣的元素 碰在一起 它的能量 都會是0 那你另外一個檔案是在規定什麼 第二個檔案 這個在規定 這個是 就給它的參數 讓它形成 高商合金的參數 這邊就是在給兩兩配對 三個配對 二參數 這邊自己跟自己靠近的話 算出來是0 但是喜歡跟別人配對 跟別人配對會比較實 對 所以你看Swap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run一個Swap的case嗎 這個我還沒run 對 你run完Swap 它 這個是 BCD Swap 對 SR 對 對 對 看一下 它是越來越低 然後低到某個程度 幾乎不會變 就是說它沒辦法得到更好吧 對 這邊只有很少顆吧 五十四顆吧 對 那你打開一下 你的那個 對 對 你觀察一下 這幾乎 自己都不會在旁邊找到自己的太多 對 你這是1比1嗎 對 我這是1比1比1 對 是因為顏色太相近 是不是 應該是 Type 2 對 對 對 你看 這是幾乎 它不是幾乎喔 因為它跑到最後能量都不會變 就是說 這個 就是高商 喔 所以 B1 B1的話 也是 就是改完 把L12那個改掉就可以了 就是B1 對啊 對啊 沒錯 對 然後那個 所以你是不是創出來 你要想 你要怎麼命名 就 命名 所以我B1這個 也要 當成是我的 對啊 B1 然後B1的 平面 B1的平面 有沒有 你 你 我這個是因為 我用RUN入 產生 各種不同的配方 各種的比例 所以我命名 就用這樣子命名 那 你們在做Reference Data的時候 你要自己想一下 怎麼命名 就是 不要重複 對啊 比如說你這個是B1 然後哪兩個配對 就是 就是 我還沒過 我只是先RUN起來 之後 那他會 平面 就是 那你跟招具 互相分配一下 你們Reference Data要 拿幾個 比如說 L12 L12 然後B1 B2 要把兩兩配對 一起產生 那你們就是分配一下 那會有夠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沒有要SWAP 這個沒有SWAP 就是一開始 就是直接一開始 我寫的模板 就是告訴你說 這樣可以達成 一次把很多配對弄完 那這個要根據你們的需求 你們自己要去改 應該很容易吧 對不對 我跟你說 兩兩配對的 剛剛用那個SWAP 我的目的 是要寫FIX過去 但是你們可以 利用那樣的方式去改 腳本 有 我有改 我有改他的 機械參數 然後那個 就是FCC我已經 好了 就是深層完 然後我把它放到那個 可以再去改 可以再去改 可以 那BCC也有嗎 咦 BCC我是剛剛 剛剛才用好 就是 對 反正會調密度嘛 對不對沒有差 對 就是BCC是 對 那SWAP 就剛剛才用 等一下我再 拿進去改 OK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我算 我上次是把 那個沒有溫度 的DATA放進去 跑定 可是好像 還是有點問題 就是 呃 就是他算出來的彈性常數還是 很奇怪 我拿的 KSTEMP的DATA是 就是之前算那個 B2的 我是拿這個之前算彈性常數的去 訓練 可是訓練出來 他的彈性常數 就是 好像還是乖乖的 然後他的TEST是 大概-3 10的-3 欸這個 5差 5差 可是 他出來還是有問題 然後 而且我用那個 NPT好像也不太穩定 就 到最後的時候 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他會變成 欸現在這個是單元素的 這是雙元素的 鋁跟木 來 來 我忘記 TEST了 欸 你有辦法 只是 直接用QE 我們就用QE來做 就直接用QE生產 對啊 好 你現在要用2元的來測試 要先Altima 對不對 對 然後再用SERMOTIW 對 去做 好的 我剛剛給你那個JASON的Call JASON 先用那個 SEMBA好像還是有點問題 就是他沒有辦法連到 上面 好 我先直接掃 你知道大魔方嗎 一下 他為什麼這個區域都 動不開來的 上次有看 可是好像 重骰了好幾次還是一樣 有可 186 對 你們習慣這樣子 拉來拉去 那乾脆用SEMBA把 動的那個Call 弄完就很方便 你所有的編譯 全部都在PC上 裝好了 對 對 你打開一下 看這個在JASON 在看什麼 我找這個 對 所以 我們現在都是決定要用Efficiency 是不是 還是用PRECTION 好像用PRECTION 會不會比較準 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你就要把它改成PRECTION 對 改一下 對 好 那我跟你說 這在做什麼 你記不記得 你昨天給我的那個 QE的腳本 NPZ的 這個應該是在改它那個 RAW跟 對 那個CADO 對 沒錯 因為我是直接讀那個PM檔 你給我的好像沒有 沒有 因為我那個 我給你老師的那個是 它需要把 所有的資訊都Key在 HEA.PM裡面 我改一下那個 點PM 所以 什麼意思 就是 呃 因為我 我直接講 那個 我跟你講 我 我之前跟你說 每一個CAD都寫成 已經HASH 對不對 對 但是自從我寫的那個 這個 可以用SEB來修之後 我覺得 對方的寫法 就是 弄一個 QE 所有的 指令在裡面 用SEB去修改 反正 你多寫的 它那個Tabulation 沒有用到 它就會自動複裂過 可是 我發現 溫度好像 它會 沒辦法 哪一個 因為 如果我用 Otima的話 它好像不用溫度 Otima是0K 不用溫度 可是 如果打0K 它會說 那個溫度在範圍外 就沒有辦法說 沒關係 那不然你就OPD的時候 就把它給砍掉 就是 不要把Otima 刷進去 你知不知道 不然你把那個 格式 標本打開 是我的那個嗎 這個 不是不是不是 總腳本 總腳本 就是RUN出來 一個QE的Input file 這個就是 就是 直接轉換成QE的 我只要一個QE的Input file 我只要一個QE的Input file 我只要一個QE的Input file 就是多少對不對 D卡 Low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 對 然後 這個就是輸入一個就夠了 就是 假如說我六種 我就輸入最大的 對 那那個Jason 就是 幫你去找你的元素 就是直接進到那個 裡面去找那個Jason 然後要放最大的 你知道嗎 對 就是8秒 那現在用Jason來改一下 你的Element有幾個 我的Element有六個 對 那你打一下買Element 然後你就把它數據進去吧 你直接扣一下 你知道嗎 嗯 好耶 那你有沒有辦法 藉由一個Loop 把你想要的 這個Low跟Color 都先Quick在螢幕上 把我用 這邊六跟十二 六到十二 這個 第八這個Local 怪怪的符號 你知道是什麼嗎 還沒用過 這個Local 意思就是說 它 這個東西是你在讀檔的時候 在Pearl裡面 它內定是 一行一行幫你讀 啊 現在這邊 把它變成Unbubed 就是說 這個檔案一次全部讀進來 到這個DACON裡面 就不是矩陣喔 就不是矩陣喔 我們之前用這個 這個Gob 來抓 的時候 這邊等號準備 也要是一個矩陣 對 那是因為 原本內定 這個東西 是斜線恩 斜線恩是換行 對 它每遇到一個換行 就幫你 當作是一個 支範讀進來 所以原本這邊是 要一個矩陣 那如果 undefined的話 就是讀到最後一個DATA 喔 所以這邊 裡面的內容喔 裡面的內容喔 一次全部讀到這個 支範裡面喔 所以這個支範 是一個超大的支範 是一個JSON的File 它大括號的目的是什麼 大括號 就是 出了這個大括號 這個Local的設定就消失了 就變回原來的設定 所以你下面 在讀檔案的時候 你如果用這個告回一次讀的話 這邊就要變成 拒陣的形式了 我這邊的目的最主要是 就是讓JSON的File 一次讀到一個這個超大的支範 那因為這個JSON 是一個 有層次的hash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我把它解碼 好這邊就解碼了 然後它的key 不知道你打一下它 這個key好了 tread 在給你在上面 可以折一下它的key 可以折一下它的key 置著看 對你看 所有民主理 你用一個File 廣告去屋頂在一起 好,你直接換頭 ok好啦,你就用那個裝掛,掛起來 ok OK,有沒有看到 周紀元素表人可以說 他都選在這一身邊 然後他hash之後還是另外一個hash 他存這些東西 就像我這邊打鋁對不對 嗯 他就會把鋁的那個Low的Color指示多少 可以交出來 你有沒有辦法Push Push 你另一個舉稱叫做LowColor 然後另外一個舉稱叫做Color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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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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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宣告兩個空局陣就好啊 你的元素有六個 那你就把你六個裡面的Color 這個Low Color跟Color把它Push到這裡面 我這邊十九二十已經告訴你半粒了嗎 是不是 填鋁它就會吐鋁的Low Color進來啦 那這邊如果Color就是Color 那你現在不是用急症窗而已 你要的元素嗎 好買了 買了 買了 再 不見 買了 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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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不見 不見 啊 很 拿 好 可以 你直接思考一下為什麼 你那個Fore裡面需要一個依序了嗎 還是我們只需要把Element 叫出來就可以了 Element 把這兩個 把這兩個 不能上 複製進展 然後AL改一下 應該是前號 前號DX 然後再Push 再把它進那個RR 剛剛是Push了 我們現在是要Push 不然你先Push一下而已 可以啊 看有沒有成功 等一下再Push 有沒有 有 對 再Push E-Q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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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跟RS的行銷啊 在掛號外面 27之後 直接print出來 你看你調怎樣 19、20就把它mark掉 18也mark掉 對 訊息 時報 referring 出來了嗎? 會不會排序? 這兩個舉證來排序 用Sort Sort,你直接用Sort,他用文字來幫你排序 你現在直接用數字來排序,怎麼排序 Sort,他就才用第一位幫你看大小 一樣的話就幫你比第二位 不是文字的排序,不是數字的排序 你知道嗎? 27會比230還大 因為你第一位27,然後230 第一位都是他比第二位 7比3大,他就會直接把27當作比較大 所以數字排序要怎麼排? 數字選擇 要一個 然後A 有沒有看過? 還有 還有試一下 憑我的記憶 這邊既然有排序的話 我把那女 等於 新將 A B 這邊應該是 好 這邊 print 對不起 這可以亂換 我們就換去看吧 大風就是這樣 有嗎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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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看一下 360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取最後一個 當作 你要用SD修改的那個 那個值 最後一個元素怎麼叫 A A大於等於B 這個很奇怪的 如果要是從小排到大 那你如果想要從大排到小的話 就把B跟A對調 對 所以照這種學法 我們應該要取 這個TENP最後一個元素 最後一個元素在 會往裡面怎麼叫 最後一個是 直接用POP 最後一個元素 最後一個元素 怎麼叫 就是排完去之後 排完去 排完去 所以這個元素就是 -1就是這個女生的 最後一個元素 哦 所以你print一下 TENP 那你之前兩千邊就不要用N 你知道嗎 HIT 對 對 所以這個東西要設定在哪裡 你現在如果有六個元素 要自動 選擇POP 幫你過濾 要設定最大的那個值 所以TENP 負擬要設定在 要用SE D去置換 你的 QE的腳本 哪一個 哪一個值 自畫 就 自畫 這一個 這一個是被它套到法還是爛的 嗯 我要再看 這一個 Roc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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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是Rocados 應該是 應該是 48點 這邊設定是 30 另外一個也找一個最大的 對 就是都找最大的 我的最大的是 這個東西不用管 這個直幾乎都不用變 這是我最大的 這個直幾乎不用變 好 好 對 然後這個Ion Dynamics 這個好像 就是 如果是用 Ultimate的話一定要用這個 那 那如果是動力學咧 動力學它就會變成 Renman 一旦 bben 所以 用SED可以操控 可以 溫度的話如果 如果是0K它會寫 超出那個範圍 對 是如果是做 RELAX的話 那你如果要 做RELAX這邊就 淨掉 那直接是 SED場 對 然後如果做動力學的話 那你是不是可以插在這個Ion的後面 做動力學可以的 就是直接讓它 做SED操控 對 然後溫度是多少全部都可以設定 對 對 所以 不方便 所以我就是在用老師這個程式去 對對對我寫了一個模板 你們自己 先改一下吧 好 我們先把它修改完 好 先靠你們自己 自動抓一下吧 好 所以你跟趙巨要先做哪一個部分 我們先聚焦一下 應該是先把那個 QE的 如果你搞定 就是 像這個 就是我們用老師的去等 然後 我們現在 調密度一定用LAMS來調對不對 對 然後 調完密度之後 用Data檔來轉成QE的 Input 1 對 就是要先聲稱所有的 所以 所以懷疑你有一個層次去分析Data檔 生Type 種類 對應到圓柱 對應到圓柱 有嗎 Type 種類 對應到圓柱 好像有啊 我那個是可以直接 抓到它的Type 對應到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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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寫那個 可是我那個沒有寫得很好 就是像我這個部分 對 所以要怎麼串嗎 串 要怎麼把它串起來 就是創結構跟轉成 檔案的創結構 比如說現在招需是要用單元數 對不對 單元數 怎麼去調 讓單元數的Data檔全部都一次產生出來 而且要對應到 相對應的Type 對應到相對應的Type 對啦比如說招需時裝都是FCC好了 但是Atom SK出來 它的Type 永遠是1 有沒有辦法說 不同 元素 調完密度之後 Type就直接 設定很相對應 在Lens裡面的Type 假設10種都在FCC好了 你做出來的Data檔裡面 Atom的Type就有10種 然後下面的座標 指定的Type就有123 D-Rite出來10個Data檔 對不對 10個Data檔的檔面 都要對應到 就把它每一個 不然到時候QE也不知道怎麼抓 就是把它每一個元素都設定成 就假如說它全部元素打出來之後 然後第一個元素就設定成Type 對對對 應該OK 或者是 或者是我們要製造出一個P字的檔案 那一個資料夾就有Single Element 然後裡面就是放 我們準備要操控那些Procode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B1對不對 我們把所有的 兩兩配合都會弄出來 平面 平面怎麼做 平面怎麼做 要切平面 你要用切還是用Atom SK直接打這個 用Atom SK我還要再看一下 Atom SK不是有Orentation嗎 有有有就是 就是直接這個方向去切 你看它現在排的這個方向 Y方向是什麼 011的方向 走 那如果我們要排出一個111的方向是在Z軸 那如果我們要排出一個111的方向是在Z軸 那其他兩個要怎麼安排 111 不是111的話是BCC的嗎 它那個軸應該是要正交了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的Z軸方向就是 內機要點 這邊就要打111 但是其他兩個你自己去查一下 所以它出來是一個 正方形的BOX 那你會不會調 LZ的高度 LZ的高度 對 會不會調 高度 就是讓它BOX代表的高度變過 Changebox 但是不要Remake了 你知道嗎 應該也可以 Remake的話就是說 你高度增加兩倍 它原子距離就要相對於幫你增加兩倍 所以我們創出一個 Z軸是111方向的 然後你就把它的BOX 拉高是不是出現一個真空層 嗯 你的平面自然就出來一個 哦 我在試一下 那應該大概是這樣 等一下懷疑你跟燒具兩個 分配一下 他要先創 單元素 然後你是B1 這兩個 你們 應該都差不多了吧 就 只要會B1 你在做的時候自己互相討論一下 剩下切平面啊 或者是 刀傷啊 應該都是按照這個方式去做 所以我們就先把單元素所有的 可能性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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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